你知道你的鸿蒙系统手机如何升到4.1百本吗? 今天我教你 我们的鸿蒙系统手机如何升级到4.1百本呢? 在这里我以华为Mate50 不知道我给大家请举例 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打开设置选项 打开以后呢 点击一下系统和更新 需要把我们的手机呢 升级到最新的一个白本 然后呢往上滑动 点击软件更新 看一下最新白本是否是3.0.0.202的一个白本 我们要把它升级到最新白本 升级完成以后呢 点击一下返回 然后的话打开手机自带的一个应用我的华为 点击进入 进入以后大家会看到 下边的一个选项是花粉的选项 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呢 进入到我们这一个圈子 叫华为Mate50系列的一个圈子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四个点 在这里的话我们需要切换到 鸿蒙OS3的一个圈子 点击完成以后大家会看到有个数码 鸿蒙OS3我们点击加入 然后进入 进入这鸿蒙OS3以后 大家会看到下方有一个选项是 bit招募 点击这个选项 在这里的话就可以直接升级为鸿蒙4.1 然后的话大家会看到有个手机的类型 比如说我们想就是升级 找到我们手机的一个类型 鸿蒙Mate50系列 我们点击 点击完成以后呢 它会有一些升级的一些说明 我们可以详细的看一下 然后的话再看一下 是否支持你的手机的一个机型 然后往上滑动 滑动到最下边 大家会看到有个选项是报名方式 以及报名入口 我们点击就报名入口 点击进入以后呢 可以贴下问卷 点同意 然后呢 选下我们手机的一个型号 我是华为Mate50Pro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接着往上滑动 我们写作完成以后呢 接着往上滑动 滑动以后呢 需要试到我们设备的SN码 接触新年06锦就可以了 06锦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SN码 把所有选项贴写完成以后呢 点击一下提交 点击按钮开始智能验证 这样的话我们就提交成功了 基本的话4月底就可以直接审核通过 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点击一下设置选项 然后的话可以查看一下 软件系统和更新 之后的话会收到推送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升级了 好的朋友们 今天给大家分享了 像我们的华为手机 华为Mate50系列 或者是一些最新的机型 该如何升级到3.100本 可以说非常实用 我们可以按照以下的方式 我们可以按照以上的方式 直接去预约 4月底的话会收到升级推送 我们就可以直接升级了 好的本期视频到这里 大家可以点击右上的前段推荐 我们下期再给大家分享 拜拜